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庆陈老师 很快一个礼拜的时间 又过去了 那明天又是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那这一周的一个行情 就是一如我们的规划 双十节后 策动辉均北上 不过随着一个指数大涨上来 今天AI股引动盘式的 一个下沙的拉回 需要担心害怕吗 为什么再过三天 好事会发生 待会我再好好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我想今天大家 最关心的就是高丽 高丽人生昨天涨停版 那么昨天涨停版 我问各位 昨天涨停买或卖 昨天的一个涨停 可以追吗 为什么大兄在昨天还特别强调 欢迎各位来电咨询 如果你是买在的一个 起涨点的一个位置区 进可攻退得手 我相信对于今天的一个高丽 今天的下沙的地 你完全都可以避开 你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高丽 一个涨停版 我们昨天我们怎么跟我的一个 家族成员来报告的 昨天外资还大买多少 2355张 如果说从整个的一个 这个线型架构 还有昨天外资大买 2355张 量增价涨 股价站上的一个 十字线月线 突破季线之上 各位亲战投资的朋友 旧线论线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会怎么做 一定是怎样 一定是用力买 大胆买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昨天我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我昨天反而要 要怎么样 顺势获利出一趟 你可以看到 昨天 在找盘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说 你看我说高丽强谈大涨 那么9月份的一个营收 连针76% 双脚打底完成 预计初步反弹 看到哪边 320到330 320到330 那么既然知道 320到330 昨天盘中 哇拉到涨停板 来到320块 我问你啊 这个时候能够去追吗 能够去追吗 你可以看到我做什么动作 我做什么动作 这是建议会员 顺势获利出一趟 这是建议会员获利出一趟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高利 今天表现怎么样 下沙跌停 下沙跌停 这是广达 今天高利下沙跌停 所以我常说 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 昨日掌停 如果你懂得见好就收 今日跌停 你完全可以避开 跟着大胸 好事就是会发生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广达 广达今天的一个下沙拉回 引动的一个盘式的一个拉回 那我问各位啊 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向上的一个方向是否有改变 是否有因为今天股价的一个拉回而改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问各位今天刻意压低下沙 洗农资啊 在这个地方是该恐慌害怕或建议袭击啊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去好好想一想啊 做中做不中真的差很多啊 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 有没有改变啊 你可以看到哦 广达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啊 除非你是买在这个高点 买在这个270280 哇你看到粉能上来 哇260你去做追价 然后连续的一个这样 两天的一下沙拉回 你当然会怠心害怕 但是如果说你是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从7月20号200块开始锁定了 之前赚470KY 双红广达 齐红跟什么 跟窗户 然后接下来锁定的一个广达 从7月20号开始锁定 连赚三趟啊 连赚三趟啊 高档啊开清获利换口袋 都有讯息回证 你可以看到啊 三趟累计的价值超过85% 高档获利换口袋之后 然后拉回226开始怎么样 开始带着会员朋友 开始低接锁定了 就算今天啊 再度的一个人下差拉回 来到的一个226的一个 这个位置去附近了 那我问各位 今天的一个拉回 你会担心吗 如果你跟着我的脚步 你会担心吗 产业趋势向上 是否有没有改变 很简单啊 有没有改变 我们看整个的一个NVIDIA 的一个股价走势 就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NVIDIA的一个股价 回档修正 见到409.8的一个美元之后 开始处理的一个反弹 上涨上来 并且在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TD的一个 的一个分析师 在报告中也写到 他说整个的一个加速的运算 深层是AI为科技带来的一个 根本的改变 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 也代表说整个的一个AI 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在未来在明年 整个会开始怎么样大爆发 会越来越强 并且在整个AI的一个晶片里面 NVIDIA是最终的赢家 所以他也把整个NVIDIA的一个目标 从600美元调升到700美元 那我问各位 广搭 AI产业趋势 向上的一个方向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问各位 今天的一个拉回是开恐慌害怕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股价不论是涨或跌 大胸都会无视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这就是大胸跟其他表演型专家 不同的一个地方 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 这就是我们原则 我们做股票 向来第一个我不硬 没有夸大不实的一个 华仲取手的一个原论 如果 你认同大胸的一个操作理念 跟做法 也欢迎各位举手自老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一个硬件 或想知道的更多 也欢迎各位 把你的一个问题 把你的一个想法 在留言板 你把它写下来 让大胸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会针对各位问题 随时提供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分享 那么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胸一再的一个强调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 maybe你是跟着其他的一个专家 或是一些的一个网络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专家 带你去买AI 套在的一个高点上 股票被套牢的话 怎么办 为什么大胸一再的强调啊 如果说你手上你今天 你跟错的一个其他的专家 你股票被套牢的话 你真的一定要懂得来找大胸 相信全市场唯一 真正能够帮你掌握到 AI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高低点的一个价差 AI的一个大行情 大好机会的投资的一个专家 就是大胸我 大胸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路以来 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专的 比如说像4型KY 4型KY买在930 今天来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最近来到2910块 再重新高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光是这样一个波段足足 带着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当然是特别会员 因为一张要多少 一张930块要93万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的一个波段 就大赚超过212% 这就让你可以现赚1980万 波段当我们的男士续报没有改变 一张都不卖 再来包括的一个三二模组的双红 这也是我们这过去 带着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座 你可以看到从173 带会员朋友锁定之后 都有信息为证了 我们是如何带着会员朋友 一步一脚运的一个大转上来 累计的一个三档的价差 超过139% 超过139% 如果你有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然后你可以看到10月5号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看最近的一个震荡的拉回 到底这档的一个股票拉回 还能不能够买 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能够买 有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有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因为随着一个AI带动的高效率运算 跟整个散热的一个功耗的一个增加 那么在明年开始 未来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 功耗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未来就一定会怎么样 转移到的一个水冷室的一个 散热的一个模组 然后能够掌握到水冷室散热的一个模组 主要有两家 一家就是什么 一家就是双红 一家就是七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路聊 我们带着双红 带着会员没有大转特转上来之后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拉回 我们又随时准备带着会员朋友 来DJ 见便宜 如果有拉回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DJ上车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些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包括这个齐勇也是一样 从140一路的一个大转上来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目前我们也是一样 在等待什么 在等待一个拉回DJ上车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看到都有讯息为证 资金收回 收回来等待什么 拉回DJ的一个机会 包括的一个窗户 伺服器倒轨的窗户也是一样 你看之前从420块 先大转一趟到1000块 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避开这一波的一个拉回的一个修正 然后拉回修正 当机会浮现的时候 再度带会员朋友再度的一个锁定 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个止跌七七湖线 那么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起盘 我问各位怎么做 我问各位怎么做 而且更漂亮的是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广台也是一样 连转三趟之后 然后拉回开始怎么样 开始低线锁定 开始低线解便宜 就算这两天的一个下沙的拉回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人员 你会担心吗 你不会担心 因为所有的风险大胸都帮你掌控好了 况且这产业趋势向上不变之下 今天刻意的一个压低洗融资 震荡换走过后 后面的行情会怎么走 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 会怎么走 产业趋势向上没有改变 震荡换走洗盘之后 后市仍然是往上看 根本不必想太多 再来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光宝科 你可以看到 之前的光宝科有多少的专家 带你去追到一个高点上 但是光宝科你可以看到 高档我们怎么做 很多人看到的一个大涨 为什么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上一直没办法赚到钱 因为往往都是看到股价 的一个涨跌在操作 不要说很多的投资朋友 包括很多专家都是一样 你看到股价涨的时候 可不可以去追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7月31号的一个时候 我要带会员朋友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你看讯息在这个地方 写得这么的一个清楚 获利放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避开这一波的下差 从174.5 一路下到今天盘中最低来到113.5 你看这样一个的一个下差 多少 跌掉61块 10点就61万了 一来一回差多少 真的差很多 包括的一个人 包括的一个AI的一个电源 今天德哥也是一样 你看之前我从48块 一路赚到64.5 高涨全数开心 获利放口袋之后 你可以看到 我都是先讲在前面了 但是很多人往往看到大涨 带你去追价 带你去追高 错了也不懂得怎么样 停手放股操作 结果你看 由67块9 一路下沙下来 今天持续的下沙 拉回到 现在来到的一个四字头 光是这样的一个下跌 跌到多少 超过36% 超过36% 一来一回差老追 哇一来一回差 是不是差很多 你看如果你跟着我 从48一路赚到64块半 这段的一个价差 的一个获利 可以超过34% 但是如果你去追高 这样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你看跌到36.38 一来一回就差老追 差七成了 七成是什么概念 七成就是 100万 你无情当中 你的一个损失 就超过70万 所以为什么我说啊 懂得买更懂得卖 这是这种的财富 如果你手上啊 有止股到套牢了 不管是AI概念股 或是其他的一个 阿力不大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止股 被套牢了 你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处理 或调整的话 你怎么办 来找大胸就对了 大胸帮你怎么样 手上的一个止股 太弱流强啊 把不对的一个股票 把早货店的一个股票 换到大胸的一个 均贫股上 一个转念 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那么怎么样来做转换 很简单啊 各位可以直接打电话去 或是直接透过的一个 9end或电话 透过9end 还没加入的投资 可以直接通过9end 直接私讯给大胸 但是记得留下 你的一个姓名跟联络电话 大胸情意相挺 来助你一辈之力 带你趋吉必秀 很重要啊很重要啊 大胸来帮你啊 把不对的一个股票 换到对的股票 以股换股啊 带你赢回彩色的人生 如果你所上有的一个 股票被套牢的话 不晓得怎么处理 你可以拨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我们现场旅专人员 来做一个洽选的动作 或是直接啊 透过9end 私讯大胸 但是记得留下 你的一个姓名 跟联络电话 那么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盘式 今天的一个下杂拉回 因为AI 引动盘式的一个拉回 因为昨天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CPI 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指数 略高于预期啊 使得市场又担心 也带动了一个 昨天美股三大指数的一个 开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低啊 也带动今天的一个盘式的 一个下杂的一个拉回啊 那么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到底需要担心害怕吗 为什么大胸认为并不需要 为什么大胸说 再过三天好事会发生 很简单啊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 你可以看到啊 今天主要的一个 主要带动盘式下杀 主要就是什么 众所瞩目的AI股 包括高丽嘛 高丽昨天涨停 今天下杀跌停 你看 哇市场的一个情绪 多么不安啊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广达华琴啊 技嘉这些的一个AI股啊 的一个下杀 所以为什么 手上你有AI股的一个投资 有大胸认为的强调 对这些股票 你真的你不要去追高 你不要去追高 你去追高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广达怎么 最近的一个光宝科 最近的广达 最近的技嘉 怎么样的一个下杀 的一个拉回 显现的一个市场啊 仍然是处在的一个 恐慌跟不安的一个 群绪当中啊 但是啊 虽然啊 今天啊 因为的一个AI股 的一个下杀走连 引用盘式的一个拉回啊 不过我常说啊 市场啊 最近永远会去找 对的出入啊 反观我们可以看到啊 今天在全职股的一个台积电啊 的一个让 持续的一个让 稳步盘肩上涨啊 台积电啊 我想不需要我再多说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台积电 过去我从371 带会员朋友买进之后 一波大涨来到多少 594块 哦 然后594块 告诉你提醒大家不要追了 然后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然后拉回来到516 回测前波的一个支撑 哦 游手低挡止跌 七七弧弧线 你看最近反而上来 哦 那么最近反而上来 随着一个啊 冠心改变之后 那我问各位 台积电如果有拉回的话 怎么做 拉回上车的一个机会 啊 怎么来做掌握 哦 如果说啊 你有兴趣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 你可以来找大师兄 哦 包括的一个 这个联化科 哦 多方控盘格局不变啊 守稳关键之争啊 啊 震荡续谈不变啊 你可以看到 哦 今天有这两大的一个股票 哦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稳步的盘金的上涨 稳住市场的信心啊 然后包括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 钟晓晋一股啊 啊 持续的一个活蹦乱掉 比如说自动货卖机的一个金鱼 今天啊 标涨停 啊 电源的一个 啊 这个的一个 供应器的一个安泰克 啊 也是怎样 强势的一个提升反而上来 标涨停 啊 包括的一个CPU系光子啊 啊 光收花模组的一个这样 啊 这个潜艇啊 创维啊 啊 甚至薄模的一个 触控开关的一个客家 哇 今天也都标涨停啊 啊 当然包括的一个这样 啊 选取概念股的一个轮回啊 啊 今天也是持续强势标涨停啊 甚至包括的一个 Type-C概念股的一个创维啊 电源管理IC的一个 啊 的一个信力的一个KY啊 甚至车灯的一个地保啊 啊 汽车的一个 的一个零组件的一个羽笼啊 啊 还有AI的一个 黑马股的一个 的一个系统啊 啊 你可以看到哦 啊 今天的一个 许多的一个中小股 仍然持续活崩溫掉 它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主力都还在啊 并没有离开啊 啊 不仅啊 主力都还在啊 啊 并没有离开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啊 随着一个这样啊 美国的一个CPI啊 啊 的一个虽然啊 略高于预期啊 但是啊 啊 核心的一个 物价的一个指数啊 啊 降到的一个4.1% 创下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啊 哦 那么也低于8点 员先8月的一个4.38年政府啊 随着美国的一个通膨 这个降温啊 市场啊 更笃定 联总会11月立会 将不会升息啊 哦 那么当然现在市长担心的是说 哎 联总会未来是不是啊 还会再次升级 但是 从最近的一个现象来看 包括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 中共的冲突的升温啊 所以加上通膨 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升高 所以第一个 11月初 哦 我们基础上 哦 我们应该可以知道 联总会啊 哦 将怎么样 确定将会暂停升级 哦 然后12月 Mavic可能也会暂停的一个升级 那这些会有利于国际资金 重新回流到的一个 亚洲信心市场的一个国家 然后包括的一个 国内9月出口啊 联征的一个3.48 中间年12红啊 第四季 可望波云见日 重回成长轨道 哦 加上的一个 微软Windows的一个12啊 作为系统的助攻 搭配印太尔的一个新平台啊 强化的一个AI的一个功能啊 然后这些将会带动的一个 明年PC的一个 的一个换机槽 尤其啊 在整个的一个 随着一个AI的一个PC的一个 时代的一个来临啊 也预估啊 明年整个的一个 AI的一个PC的一个出货量 将会看真实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景气 也没有问题 然后包括的一个怎样 台股 一万六千两百点 有人造 我之前我就告诉大家了 然后配合的一个这样 选举加做 联体作战行情的一个 的一个展开 内外资买盘回容 低档量增 惯性改变 那我问各位 后市行情会怎么走 你不必想太多了 后市行情一定持续震荡往上看啊 持续震荡往上看啊 到底 它的一个关键 时刻会落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大胸说 再过三天 好事 就是会发生 你自己去想想看啊 再过三天 台北股市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不知道你快来坐大志兄 那我想 既然整个的一个行情 没有问题 那现阶段 最重要就是 个股 那么个股到底 接下来 个股怎么来掌握 第四季 有机会再飙涨五成 有机会再飙涨一倍的一个股票 到底会落在什么地方 所以现阶段 大胸最重要的 我就是要帮大家来寻找什么样 寻找可以像啊 AI黑马股的一个系统一样 哇 低档 止跌七七弧线 能够一波的一个 红标大涨上来 我要帮大家来寻找 这类的一个股票 或者是要帮大家来寻找 吹用PCB的电影头 这类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电影头 大胸也持续 无事跟大家一起说分享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标涨多凶悍啊 标涨超过三倍 或是包括的一个 染光通讯的一个模组的一个前提 也是一样啊 这些都是大胸在节目上 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光是这一波的一个大涨 哇 你看短短时间就大涨了一个超过一倍啊 甚至包括记忆体的一个微钢啊 你可以看到啊 随着一个记忆体模组 报价的一个指纹上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最近 能够怎么样 能够触底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涨上来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嘛 那么重点来了 还有没有像啊 电子的一个支付系统的一个 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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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保一样 红保 我相信只要你有索性 我的节目 你都很清楚嘛 你可以看到嘛 随着通关市场库存的一个去化 的一个客户拉获利到逐渐的一个回温嘛 而且包括的一个欧美的一个订单 的一个回容 欧美大型客户专案订单陆续的一个开出啊 加上公司已经掌握三到四家新型的 大客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订单啊 预计今年将会逐步开发结果 明年进入实质贡献 渴望迎来大成长 大胸要帮他来找的 就是这样 有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有未来爆发前硬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持续的稳步的一个盘间的一个上涨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可以再一次复制 红宝复制的一个系统 复制电影头的一个成功大涨的一个模式 全新主力标股 红宝第二 大胸都让大家传好 我常说啊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专业加纪律啊 才能够带给你啊 满满的获利啊 那么全新主力标股 红宝第二 今天开放预约登记 开放预约登记 限量一百个名额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大胸的一个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很简单 第一个 直接打电话进来 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9的 自信给大胸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投资朋友 QR Code赶快撒描一下 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但是你私讯给大胸的一个时候 记得留下你的一个姓名跟电话 让大胸可以找到你的人啊 当你完成了一个登记之后 那么下周啊 我们啊 会有专人啊 一对一 直接线上通知 我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一个人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赚 怎样来赚 第一个QR Code赶快撒描一下 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 进来做预约登记的动作 023219933 抗理232 QQ33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哦 拜拜 本公司已往着细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凡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又一直处理同事的烂团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击第二份薪水